据报道美国白宫发言人六日表示 中国在台海及周边的活动是改变现状努力的重大升级 是挑衅不负责之举 中方对此有好评论 美方的无理狡辩掩盖不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 那就是改变台海现状推动局势升级的是美国 进行无理挑衅的是美国 不负责任的也是美国 早在四个月前 中方就已通过各种渠道各个层级 反复向美方表明坚决反对佩洛西窜台的严正立场 指出此举将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是美方挑衅行为的重大升级 表明中方绝不会坐视不理 告诫美方不要有任何幻想和误判 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完全由美方承担 中方可谓苦口婆心 仁至义尽 但美方对中方的劝阻和警告 置若网闻 一意孤醒 正如王毅国委员间外长指出的 这次事件是美方一手策划和挑起的 前因后果一清二楚 是非曲直一目了然 美方挑衅滋事在前 中方正当反制在后 中方采取的反制举措旨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 符合国际法和国内法 美方在背离一个中国原则承诺的错误道路上 越走越远 却指责中方升级局势 这完全是强盗逻辑 必须指出 中方对佩洛西窜台予以坚决反制 不仅是维护自身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之举 也是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和二战后确立的国际秩序的正当之举 一个中国原则得到联合国和绝大多数国家的承认 以成为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构成二战后 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坚定维护一个中国原则 坚决反对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的行径 就是旗帜鲜明维护不干涉那种原则 维护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国际法准则 长期以来 美方打着民主人权旗号 肆意干涉发展中国家内政 发动军事干涉和侵略 是对地区和国际安全的最大威胁 我们坚决反对美方在台湾问题上挑衅姿势 就是对美国的霸凌霸道说不 就是维护台海和平和地区稳定 就是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中方的正当举措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 全球一百七十多个国家 已经表达了对中方维护自身主权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立场的有力支持 同美方及其少数支持者相比 形成压倒性优势 美方住在台湾问题上肆意妄为 中国人民绝不答应 世界人民也不会答应 世界人民绝不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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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人民绝不答应